中东各国为何不再相信美式谎言 这是美国的一个长期的战略举措 那么你要从这地方拔脚走人 现在你在这里说三道四 谁还会听你的 美国的士兵为什么会反过头来 刺杀美国的政府官员呢 因为美国发起的非正义战争实在是太多了 不是每一个美军的士兵 都想去配合美国政府的做法 都要去滥杀无辜的 所以说不少美军士兵患这个病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武装无人机 美国为何高度紧张呢 伊朗无人机将协助俄罗斯 在打击对手发电站 炼油厂 以及其他关键技术设施方面 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中东之行 并对伊朗撂下了狠话 称美国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伊朗官方随即作出反击 同日宣布对包括蓬佩奥 博尔顿在内的61名 支持反政府组织的美国官员及个人 实施制裁 无独有偶近日美国总统拜登 在与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会谈时 直接被怼 萨勒曼表示美国不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强加在沙特身上 两国虽然在价值观方面较为相似 但是美国不能让沙特100% 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形式 萨勒曼还当着拜登的面直接表示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作所为 已经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了 美国非要将自己的价值观移植在伊拉克 但是在伊拉克却仓皇撤退 虽然美国在阿富汗经营了20年 可居然还上演了喀布尔时刻 如今美国还想在沙特重演历史悲剧 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那么美俄首脑相继访问中东 油价暴涨时刻 中东能否左右大国命脉 偷粮偷油 野蛮划分领土 自封正义使者的美国在中东 又干过哪些好事 舰载机被吹入海 运载火箭爆炸 事故频发的美军 还有哪些输出矛盾的预备清单 铁打的军工复合体 流水的美国总统 美军到底是谁的美军 就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军事专家 陈虎先生 秦真先生 以及国际问题专家 吴学兰女士 红林先生 以及叶海林先生 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问题是 为何拜登此次中东之行会草草收场 中东各国是否不再相信美式谎言了呢 这些问题首先交给陈虎先生 第一个是政治的 第二是经济的 第三是地缘的 从政治上讲 拜登到处跟人家说 我们的价值观是相同的 相近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 美国和中东国家的价值观 很多地方是相背的 比如说当年拜登竞选总统的时候 就曾经讲过要把沙特变成贱民 这显然是价值观相背的 价值观不同 你去讲价值观外交 谁信呢 从经济上讲 过去中东的产油国 跟美国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美国要用石油来稳定美元 而这些产油国要卖石油来维系经济 但是现在美国和中东产油国 已经成为了一种竞争关系了 从地缘的角度来说 美国现在是在全球收缩 重点要挪到亚太地区 实际这个东西 美国讲了很长时间了 从奥巴马讲 从反亚太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虽然现在暂时还看不到 美国从中东全面拔脚走人的迹象 但实际上 从长时间的大趋势来说 这是美国的一个长期的战略举措 那么你要从这地方拔脚走人 现在你在这里说三道四 谁还会听你的呢 仓皇逃离却还要指手画脚 显然美军俘获不了人心 需要指出的是自封正义使者的美军 还在中东干了不少好事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报道 当天美国再次通过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非法国境点 将他们从叙利亚北部哈塞克省 偷来的石油 运往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 报道称 当天一直由35辆油罐车组成的车队 满载从叙利亚偷到的石油 从非法国境点离开 一天前 美国还通过14辆油罐车 将偷到的石油 运往其在伊拉克的基地 这已是本月以来发生的 第三起同样的事件 此前 美国在叙利亚的非法驻军 以及其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民兵 当天使用40辆卡车 满载从叙甲兹拉地区掠夺的小麦 从叙哈塞克省 通过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的 非法国境点瓦里德 进入伊拉克境内 在全球能源紧张的背景下 美国此种强盗行径 性质之恶劣不言而喻 叙利亚外交部就曾明确表示 美国依仗武力 窃取别国资源的做法 是海盗行径 看完短片问题也就来了 美国偷这些油真的能够缓解他们当下的油价危机吗 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军 难道就是为了行民抢豪夺之石吗 这个问题我们交给叶海林先生 当然对于美国来说 掠夺叙利亚那点石油不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这个不是美国的一个战略 只是美国的一个习惯 美国掠夺这些石油 也不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国库 那么在叙利亚通过盗窃叙利亚油田 获得的收入美军更多的是 把它用来资助了叙利亚的反对派 就是以叙利亚的财富去养叙利亚国家的敌人 这是美国的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第一不是很大气 就是如果美国真的要推翻巴萨尔政府的话 他应该自己拿出成本来 甚至于说他应该自己干 那么第二就是如果美国想在这个中东地区 展示自己的这种霸主地位 他也不应该说干这种小小小闹小头小摸的事情 这个小家的心态从特朗普时代就有 但在特朗普时期这个事情是无所谓的 因为特朗普本身不重视 这个所谓地缘战略 那么更关心的是美国优先下 能够能拿到经济回报 但拜登不同 拜登是要所谓公开主张 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 美国领导力要重塑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还干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 实际上这就是行动手段和战略目标 战略文化和战略意识之间出现的背离 我想这样的行为不会给美国的中东战略 带来加分的 实际上在7月中旬 拜登动身访问中东之前 又拉了一个名为IRUR的新团体 上周三这个新闻首次曝光的时候 美媒就根据字母在推测有哪几个国家 按照AUKUS等组织的取首字母为名称的惯例 那么首字母为IR应当就是印度和以色列 首字母为UR的国家应该就是美国和阿联酋 事后证明果真如此 那与此同时 IRUR这个刚成立的组织 在近日是开启了第一次领导人会谈 据此 纽约时报认为 美方通过让中东地区国家的领导人 相信美国对于当地的承诺 来整合中东地区的关系 从而一致针对中国 这和KORD AUKUS等组织 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但是IRUR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 即联合以色列等国家来针对伊朗 美方认为 伊朗是中东地区最紧迫的威胁之一 尤其是后者继续研发核武器 拒不和美方达成一核协议 那么陈虎先生 您认为美国拉的这些新群 它的凝聚力如何 印度和以色列会不会成为 美方对抗中国的新伙伴呢 陈先生 其实我们看美国这两年来 到处在拉群 这已经是它外交的重点了 那么拉的这些群 到底能不能拉起来 我们说句开玩笑的话 你只要看群里头有印度 你就放心 这个群长不了 其实我们看这些年 有一个现象 就是地区强国经常在大国之间横跳 比如说印度 土耳其 甚至以色列都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根本的原因是 大国在走下坡 它对地区力量的控制能力在减弱 对地区局势的控局能力在减弱 那么我们看过去冷战时期 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 频频出现这种现象 的确是说明 美国在衰退 它控局能力已经大大减弱了 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还想利用这种地区势力 达成它的目的 这恐怕是它一厢情愿 人家也想利用它 达成自己的目的 有观点认为 某种程度上 拜登访问中东的任务 就是为了让美国撤出中东的过程 看起来更加自然 因为美国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 这一切早有先兆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在东亚是积极拉拢 日本 韩国等盟友 加入到围堵中国的联盟 从印太经济框架 到四方芯片联盟 这些表面上的经济合作框架 实际上都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 如果不加入 基本上就会被美国视为是叛徒 另外 美国还积极筹备和推动 在亚太地区与盟友进行各类军演 从韩美联合军演到环太平洋军演 都是美国处心积虑 通过秀肌肉的方式 向中国释放威慑信号 可见 即使美国日后将战略重心 集中在亚太地区 它能够想到并且用上的招数 还是有限的老三样 那就是联合盟友威慑中国 借岛礁问题挑衅中国 以及拉拢域外国家 围堵中国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在中东收的这一拳 会怎样打在亚太呢 下面 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斌先生 让他来跟我们说一说 美军在亚太都有哪些新部署 2022年4月20号的时候 两架战略侦察机 从冲绳起飞 飞往勘察家半岛 这就是美国的RC-135S 弹导导弹侦察机 它有一个外号 叫做眼镜蛇球 因为这一天 俄罗斯进行了一次 RS-28 萨尔马特 洲际弹导弹的实弹发射 这个可是个大家伙 它命中了位于 勘察家半岛的 把场上的目标 今天咱们要说的 就是美国这个弹导导弹 侦察机 要说这个就得提一下 波音公司了 咱们知道这波音707 它并不是一个 成功的商业机型 可是在这个707基础上 改进而来的717军用型 反而成了优秀的 军用空中平台 那先后就从这个平台上 发展出了 KC-135系列加油机 和庞大的RC-135 侦察机家族 这其中咱们今天 要说的这个主角 RC-135S就是它 纳吉是全世界 仅有的弹导导弹侦察机 这是美国的宝贝 全世界只有三架 两架部署在亚洲 在日本冲绳的 架手纳吉利 可见美国对亚太 长期以来的重视 我们看一下 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涂装 大家仔细看一看 它右边的机翼 和发动机 这个吊舱的外面是黑色的 那这张图 看得就更清楚了 你看 整个都是黑的 非常特殊 所以大家也把它 起了个外号 叫做熊猫涂装 黑白相间的 RC-135S 在1970年服役 多次的不断改机 一直保持着 最新的技术状态 外形和其他的 RC-135S 说起来 还是比较接近的 你看 我们注意看一下 它这个 机头这个部位 这个地方你看 有两个凸起的 就像得了腮线炎一样 这地方 全肿起来了 这个里边 它就是电子天线阵边 RC-135S 和其他的 135侦察机 都一样 都有先进的 电子侦察手段 和机载计算机 能快速截获导弹 或者是运载火箭的 无线电指令 与电子特征 并且计算出 就像弹道 弹着点 这些重要的数据 RC-135S 它还有一个 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在于 它有非常强大的 红外和光学的 侦察能力 RC-135S 在机身的 前面这些部分 它一路 摄有左右 它都有窗口 这窗口里面 都是各种光学设备 机身上 还有中波红外 探测阵电 和光电辐射探测器 能跟踪 像运载火箭 导弹 甚至 它都能识别出 右耳弹 分弹头 和这些 飞行载体的 这些残骸 探测距离 接近500公里 所以不用跑到 人家国境之内 贴着人家的边 它就能探测到 这些信息 所以说到这之后 咱们要倒过来 再提一提 它那个非常特殊的 熊猫涂装了 那可不是为了 标新立异 它为什么那么高呢 我们注意一下啊 它这架飞机 我不说嘛 有这个先进的 这个光学这些设备嘛 探测设备嘛 正好 就在它机身的右侧呀 有一个高精度的 光学相机 你这拍照的时候 就怕反光啊 而恰恰原来 白色的异面呢 它容易造成反光 影响到拍摄的效果 所以它干脆就把这个 右边这个异面的 上半部分 全给弄成黑的 然后这个发动机的 这个外表 也搞成这个 哑光的黑色 这就成了它 特有的识别标志 当然了 作为R3135S 它是一个侦察机嘛 它也能进行 普通的侦察 而且呢 也经常会执行 普通的侦察任务 它不但是针对这个对手 对自己的盟友 那也是 过断下手 就在2014年 4月28号的时候 这个它就去监测了 法国M51 潜射型 洲际弹导 导弹的法刺 甚至 配合美国自己的 反导体系 它做了一次 莫尼拦截实验 有这么一个 好的发射机会 肯定要练练手了 不管你是不是盟友 反正我先动手再说 这数量庞大的 RC-135战略侦察机系列呢 是美国获得 全球的军事信息 建立战场感知系统的 重要基础 也是美国军事介入 各个地区的 拍头兵 先进的武器显然是美军 介入全球的重要力量 但是美军的单兵稳定性 也许已经成了美国议员心中的烦恼 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报道称 当地时间7月21日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 纽约州州长候选人 李泽尔丁 参加了一场露天的街头竞选活动 正当他走上演讲台 对支持者发表演说时 一名手持利刃的男子 从右侧突然冲上了演讲台 挥刀向泽尔丁的颈部刺去 纽约州州长泽尔丁 反应速度较快 立刻伸手挡住了 这名男子挥刀的手 该男子见第一刀被挡下来 于是死死抓住泽尔丁的右臂 准备刺第二刀 这时泽尔丁的保镖们 才反应了过来 他们冲上前去 抱住了袭击者 最终将其控制住 几个小时后 纽约时报补充报道称 袭击者名叫亚库伯尼斯 今年43岁 曾在美军中服役 并参加了伊拉克战争 当地法院以二级袭击未遂罪 起诉了亚库伯尼斯 不过目前此人 已经缴纳了担保费 得到了保释 在法庭记录中 亚库伯尼斯使用的武器 被描述为 是一种自卫用的钥匙扣 亚库伯尼斯表示 他在当天喝了威士忌 冲上台是要询问 泽尔丁是不是不尊重退伍军人 他还称 自己当时并不知道 泽尔丁是谁 目前 关于他袭击泽尔丁的动机 外界仍不清楚 为什么美国会陷入到刺杀危机 美国的士兵 为什么会反过头来去刺杀 美国的政府官员呢 这个问题 我们来请教一下 吴学兰女士 首先 这是一名从伊拉克回来的美国老兵 我们知道不少的美国老兵 在退伍之后都患上了创伤后 因机反应综合症 这是一种心理性的疾病 而且据说是几十万美军 退伍老兵当中 至少有七成都有这个病 这几乎成了美军的一个标志性的病 为什么 因为美国发起的非正义战争 实在是太多了 不是每一个美军的士兵 都想去配合美国政府的做法 都要去滥杀无辜的 所以说不少美军士兵患这个病 再有整个战争的那种残酷 让很多人生理上心理上 都留下了巨大的伤痛 你比方说在伊拉克 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路边 这个炸弹就爆炸了 所以你整年整日 都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 这种忧虑当中 对身体是极大的一种压力 那还有其他的一个原因 我们不排除这名老兵呢 也觉得自己曾经是为国效力了 但眼下的日子 过得会非常的窘迫 非常的艰苦 想想现在美国通货膨胀 已经高达9.1%以上了 这个老兵如果说 他在身体有一些伤残 或者其他问题 不能拿到一份 比较好的高薪工作的话 很可能他的家庭生活 现在是比较艰难的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自己日子都过不好了 就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极端的手段 去泄私分 所以他出手的原因 应该是很多的 但是都和美国的这种 内政外交政策 是脱不了干系 的确美军常年对外发动战争 这士兵已经产生了 严重的逆反心理了 相当比例的士兵 是患上了美国大兵精神疾病 这自杀犯罪 成了他们主要的表达方式 问题大兵就像是一颗炸弹 随时会爆炸 这让美国是头疼不已 那除此之外呢 随着美国全球影响力的衰弱 美国的一些盟友 也是越来越不让美国省心了 最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 就高调地当了北约的叛徒 狠狠地打了 美国这个带头大哥的脸 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 前脚刚离开中东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后脚就前往德黑兰 与伊朗总统莱希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实际上 土耳其与美国的两位主要对手 伊朗和俄罗斯走在一起 不仅违背了西方的反俄政策 也违反了北约国家 对深度孤立伊朗和俄罗斯的 一贯做法 也让拜登十分尴尬 被认为是超了拜登的后路 不仅如此 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 埃尔多安也多次发出警告 称他可能否决北约未来数月 准备接收瑞典和芬兰 为成员国的计划 此举令北约和拜登政府深感为难 对美国官员来说 土耳其的角色令人抓狂 美国一名前外交官说 埃尔多安是我们团队的议员 但是他做的事情 又显然不利于我们团队 美国的一位民主党众议员 也埋怨说 埃尔多安不仅购买了俄罗斯的导弹系统 对俄罗斯持暧昧态度 还在乌克兰问题上骑墙 他不是我们能够依赖的可靠盟友 并强烈要求拜登政府 对土耳其采取强硬立场 实际上土耳其不仅仅是经常游走在西方反俄政策的边缘 还常常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上去唱反调 有不少西方评论认为 土耳其之所以敢频频的出格 是因为土耳其看到美国的影响力正持续下降 那这也给土耳其有了可乘之机 那么美国影响力衰弱 对于土耳其来说 是不是展示实力的好机会呢 如果美国在该地区优势明显 土耳其还敢左顾右盼吗 这个问题我们马上来请教一下陈虎先生 其实我们讲呢 土耳其的这种表象 你不能从展示实力的角度去解释它 而是追求利益的角度才能解释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 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但是追求利益的举动 你敢做到哪一步 取决于各方面力量的平衡 过去中东地区美国控制的很严 当年苏联的势力在这个地方也不断的渗透 你看那个时候土耳其有什么动作吗 土耳其作为北约的成员国 老老实实的 该替美国拉车替美国拉车 该替美国咬人替美国咬人 但是现在为什么突然变性了呢 因为他看到在他的周围 在中东地区 传统的大国力量已经出现了真空了 传统力量的真空 使得他的力量相对的 处在一个上升阶段 因为我们讲力量都是相对而言的 哪怕你自己的力量没有增强 别人的力量减弱了 那你的力量就处在相对上升的状态 土耳其现在感受到的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他能做出种种忤逆美国 甚至有些时候他也会忤逆俄罗斯 感觉是土耳其很牛 谁都不怕 其实这恰恰是地区力量结构变化产生的结果 或许这只是土耳其玩的一种大国平衡术罢了 不过在钢丝绳上跳舞始终有风险 现在就有不少北约成员国担心了 土耳其这样反复在美俄之间横跳 对于北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那么美国有可能会考虑将土耳其开除出北约吗 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吴学兰女士 虽然土耳其经常把美国气得牙根都发痒 但是美国绝对不会把土耳其从北约开除出去 因为土耳其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 土耳其的实力还是挺强大的 人口也比较众多 而且土耳其拥有的军队 它是北约第二大军队 而且土耳其在缴纳北约军费的时候 还是不含糊的 它缴的比很多欧洲国家都要积极 也是足够的 这时候美国要是把土耳其开除出去 那就等于给普京送上一份巨大的礼包 对吧 现在的土耳其好歹它还是想左右逢源 它不可能完全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和以美国为说的北约 进行一个百分之百的对抗 如果你真的和土耳其撕破脸 你把它从北约踢出去之后 好 土耳其真和伊朗和俄罗斯 结成一个强大的反美联盟 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给自己又树了一个很大的敌人 所以现在美国不仅不能把土耳其 从北约踢出去 在一些问题上 它还得向土耳其低头 它还需要时不时的给土耳其 一些小小的甜头 它要去拉拢土耳其 一起和它对抗俄罗斯 或者对抗其他美国北约想对抗的敌人 所以有人说美国对土耳其是想动 但是不敢动 那土耳其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烦恼之源了 实际上美国的烦恼还不止这些 作为美国的死对头 俄罗斯和伊朗最近走得很近 在俄务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多达数百架武装无人机 这让美国是高度紧张 如果这些无人机投入到战场上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美国又为什么会担心俄罗斯和伊朗强强联合呢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根据美国最新消息显示 伊朗将在短期内向俄罗斯提供多达数百架的无人机 其中就包括具有武装能力的无人作战飞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表示 伊朗对于俄军使用人员的培训课程 已经在7月份就已经展开了 而美国智库海军分析研究中心则表示 俄罗斯选择与伊朗在无人机领域进行一个合作 是合乎逻辑的 因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 伊朗一直在完善其无人机的作战体系 伊朗的无人机甚至要比俄罗斯的 参与过更多的战斗 而且效果也更为显著 包括早些年成功洞穿了 由美国提供的防空作战系统 并袭击了沙特的炼油厂 美方认为伊朗无人机将协助俄罗斯 在打击对手发电站 炼油厂 以及其他关键技术设施方面 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毕竟如今 俄罗斯的无人机发展 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先进行列 大部分的无人机 在西方军事家的眼里 只属于一个航母的级别 在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也严重不足 因此 向伊朗寻求这方面的合作 完全合情合理 其实对于伊朗与俄罗斯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 美国人最为担心的 不仅是他们双方 有关装备和人员方面的交流 技术上的深入切磋 尤其是对于美制无人机的压制和干扰 才是美国人最为忌惮的 尤其这几年 美制无人机不断在波斯湾折击 就是最好的例子 2019年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对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上空飞行的 美国死神无人机 发起过电子攻击 并成功切入到了无人机的控制系统当中 他们不仅利用美国无人机的镜头 观察到了地面所发生的一切 并且在最后还遥控这架无人机 撞向了地面 到了同年的4月份 伊朗又公布了另外一段视频 画面显示 一架伊朗无人机在机场起飞之后 禁止朝美国的航母编队飞去 伊朗的无人机不仅在美国航母的上空 进行了长时间的盘旋 并且还利用了光电设备上的十字光标 牢牢地套住了美国航母 美国航母上忙碌的美军士兵 以及各种舰载机都清晰可见 从美军的反应来看 似乎没有丝毫的察觉 因为航母上的禁防武器系统 始终处于一个禁止状态 并未对靠近的伊朗无人机 采取过任何的警戒行为 不少看过该视频的美国军事专家都表示 要是在实战当中 美国的航母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到了去年 伊朗又利用武器 这个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的无人机 这些都让美国人是不寒而栗 除此之外 今年来伊朗还曾多次利用无人机 对美国有人电子侦察机 进行过抵径的拦截 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展开了严密的布控 这些都是伊朗无人机技术进步的最好见证 跻身世界最先进的梯队也是毫无疑问的 伊朗将与俄军在该领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拭目以待 的确如果伊朗和俄罗斯这两个强大的对手 强强联合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在太平洋地区 面对影响力和话语权双将的情况 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那是动作频频 美国不仅与太平洋岛国拉关系 结成蓝太平洋伙伴 还在太平洋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势 在第51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上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公布了美国未来 在太平洋岛国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就是在该地区建立新使馆 加强对该地区的投资 未来十年内 美国将为该地区提供6亿美元资金援助 试图保持对太平洋岛国的掌控力 今年以来 美国在外交上明显加大了 对太平洋岛国的重视 2月 布林肯访问斐济 成为40年来首次访问斐济的美国国务卿 跟突破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 Knight 顶 temps 組成 脑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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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存在所谓的真空 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 美国正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拖到了危险的边缘 美国这种只求自身绝对安全 不顾他国合理关切的机型安全观 不仅严重脱离了世界的现实和趋势 也违背了大国应当维护世界和平 履行大国担当的准则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 公众号和头条号参与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二9点10分再见